大家好 我是小莫 今天是我在生肖小西养鱼 恢复小西生态的第35天 今天又到放鱼的激动环节了 又来了一批鱼苗 这一批鱼啊 是黄尾过 给大家看一下 先给他过水 然后等下 再放进我那个防布池里面去啊 两天没来看这个防布池了 来看一下 最怕的就是断水啊 但是看了下 这个水是有点小了 一下一下的应该是 有点堵住了 等下再给他弄一下 把这些小鱼啊 我看了下都还是特别活跃啊 基本上没有死鱼啊 一群一群的都躲在这个下面 哇 特别活跃啊 说明养殖啊 有点成功的苗头了 二号坦 我们 投放了很多鱼苗了 现在放点饿料 看他们 出不出来吃这些饿料 现在先把这个防布池的水面先解决了 去云头看一下 我用了三块大石头压着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拿上来看 确实有些树叶堵住了 但是问题不大 好 进水的水面已经解决了 问题不大 想不到呀 还是有好多小鱼越狱啊 找死了 它装不进去 哇 都死亡了 这还有 又死了四条了 加起来死了七条这里 还一条在这里面 瞧 死了八条了呀 太难了 这批还尾菇啊 已经过完水了 现在把它 放入这个盆里面来 再过一下这个当地的水啊 上一批放进小鞋的话是看不到鱼了 这批快递运输上天回来 状态还是可以的 就偶尔一两条啊 有点方白 但是还是活着 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 好 现在把这批还尾菇啊 放进我的帆布尺里面来 再给他们丢点额料进去啊 再给他们丢点额料进去啊 额料放进二号坛已经半个小时了 现在来看一下有没有鱼啊 出来吃这些额料 大致瞄了一下 发现一条鱼啊 都没看到 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在外面东京太大了 这个坛投放的鱼不少啊 结果都看不到鱼 现在又到喂这个鲤鱼的时间了 这批鲤鱼啊 我大致看了下 上次我看到有一些鲤鱼啊 发白 然后给他放了那个 水没病那个药啊 然后今天再来看的话 他们状态都好一点了 那条白色的也看不到了 说明那个药还是有用的 这些鲤鱼啊 整体的话是活的挺好的 大家好 今天那批防尾菇又放进去了 前半个月我们也放了一批防尾菇 但是后面去观察也没有看到 所以说这一批啊 我们打算把它放进去了 刚才一个礼拜 它的状态怎么样 再把它们放到小鞋里面下 别吵了 好的 这部视频就到这了 别吵了 好 拜拜